今天的特别报道我们要继续看看在中国 一位旅游与经济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呢 她最近在互联网上实名举报了 一位与她同居四年的中央办公厅的高层官员 她同时还公布了部分的视频还有照片 不过呢中国的网管迅速删除了这位叫继音男的主持人 她的举报视频 而人民监督网的公民记者朱瑞峰说 当局这次删帖的范围还有规模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旅游与经济电视台女主持人纪英男 近日在北京接受了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的独家电视专访 纪英男在长达将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 详细叙述了她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前副主任范月 认识交往和关系破裂的经过 经济男说范月有妻有子 却隐瞒真相和她同居四年 期间还当众公开向她求婚 经济男说她所说的都是事实 有大量视频为证 并且将相关视频和照片 全部提供给美国之音 她说我贪母虚荣 骗了房子 骗了工作 骗了车 骗了什么衣服 我想问问她 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 我跟她就领一个证 我说老公咱俩就领一个证吧 才扯出了她有家的事实 她骗我被纪委调查 一无所有 甚至我会受到牵连 甚至我要跟她一块背负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跟她划清界限其他而去 她应该这样说我吗 中国腐败官员包二奶 给情人购买涉事品已经不是新闻 但是腾讯微博和人民监督网 在爆出这条新闻之后 迅速被删帖 引发了观察家对范月 为何有这样大神通的质疑 曾经公布过四川官员雷正傅 贵亚视频 而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的 人民监督网公民记者朱瑞峰表示 这次有关部门删帖的速度之快 和范围之广 是前所未有的 上一个礼拜五 我就在人民监督网发了出来 发出来以后 我立即在我的四大微博 新浪还有腾讯 这几个微博进行推 我发上去有 大约有40分钟 不到40分钟 全部被国务院新办下令删除 说说这个范月的权力是大的惊人 一般呢 我们报道里有部级高官 厅级高官 都没有这么大的三帖量 我的网站啊 受到国务院新办的命令 就是对我的启动 国家长城防火墙 对育苗进行屏蔽 一天一夜就屏蔽十几个育苗 甚至他们动用黑客 说的黑客都是公安部 网络管理局的网坚 对我的网站进行攻击 说说现在我的微博呀 新浪微博就在 我礼拜五当天就被锁上 我的腾讯微博是在昨天被锁上 禁言七天 说说它的能量大的惊人 朱瑞峰说 删帖是无法掩盖真相的 他已经通过各种传播技术手段 每天公布一段新的视频 让民众获知真相 金英男在接受美国真营 北京分社采访的时候称 2009年 他22岁的时候 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 认识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法规室副主任范月 范月不但为他介绍工作 还给他买了很多奢侈品 作为礼物 并与他同居四年 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说 范月每天给他的零花钱 就有一万元人民币 四年为他花费了一千多万元 金英男向美国真营证实 每天一万元的说法 但说这只是一个平均的数字 去年范月升官 担任了中办主管下的 中央档案馆的副司长一职 然后范月以欺骗 威胁 恐吓 殴打等手段 试图和季英男断绝关系 季英男也多次前往中央机关去上访告状 均无结果 走投无路 遂把北京外媒作为他绝望之实 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 季英男公布中央级高官的不雅视频 迅速在中国互联网上被转发和传播 人民监督网记者朱瑞峰表示 民众通过互联网监督官员揭发腐败 是中国逐步走向公民社会的标志 美国之音VUA卫士记者东方 发自北京的报道